不論是從台北內湖端上來 或是繫紙方向 從小坑路轉上山 進了長青路到了長青裡之後 這裡就是第一塊綠美化的空間 可以說是長青裡的門面 里長就說原本雜草重生 但是在經過整理之後 打造成了小花園 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比賽有得獎的時候 錢就全部用在這個方面 包括上面的石板 都是我們義士工在整理的 不然以前就這邊剛開始雜草重生 那後來是因為貪貪完了以後 就做黨土獎上來 我們就開始注入一些的 敬畏跟西藥 包括它的 剛剛前面講的石板 還有一些草 草蔥 然後杜菸花 什麼東西都注入進去 包括櫻花 接著又加了一些不同的花進來 這處國有地這幾年 不但種花綠美化 也種了不少稀有的植栽 像是石滬蘭等等 再加上志工們 經常來維護打掃環境變好 現在理辦公處也有意認養 希望讓廠清理的門面更乾淨整潔 所以相關單位也到了現場會刊 討論可信性 之所以來這邊做任養會刊 是因為里長他認為這邊這一塊地 其實有很需要做一些美化這樣子 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子 所以就是要跟國廠署 就是先跟他要求看一下地 然後來做一下任養這樣子 會比較方便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塊地的狀況這樣 這個地方從頭到尾都是 我們以前就在這邊利美化了 而且你看放了很多的石桌椅 可以供裡面來休閒 然後包括有一些登山客 還有一些是騎腳踏車的 都會在這邊休閒 那我們把它利美化得非常的好 但是原則上當時是沒有任養 那我們認為說來任養可能對大家都好一點 也可以又有一些人力跟經費注入 不少騎重機或是遊客上山 這處空間成了他們進入長青里 第一站可以坐下來休息的地方 里長希望爭取任養 持續維護美化 讓長青里的門面越來越好 這次慧玲希子採訪報導 十分之一 onel 長青里的部門 去就等到車子 走 很多 暴力 你 長青里的門面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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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多什麼